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逆更頻道,今集會同大家睇吓澳門的失業問題是怎樣,我這一則新聞就在澳門日報看到,我們現在一齊睇吓新聞怎說,根據澳門日報報導, 博彩業現在進入了新調整期,陸續會有博彩中介人及衛生場結業,預計會有一定數量博彩從業員重頭就業市場, 認為現在本地居民失業率已達4.3%,如果再加上應屆畢業生,就業情況會持續惡化。 有學者說,現在是結構性失業疊加疫情問題,短期內很難解決失業壓力,失業津貼等援助也有一個迫切需要, 跟著要看政策如何釋放外勞職位,與企業合作培訓本地員工從頭市場。 其實這部份我都認為是說得對的,但失業率是4.3% 可能現在都有不少人是所謂的隱性失業的。 甚麼為隱性失業呢?即是說你有事做就等於沒事做。 怎樣為之沒事做呢?就是那類的士、保險、地產等職業。 其實你真是有事做就等於沒事做,因為你賺不到食,你賺的錢不夠。 所以那部份的人就不會撥入去這4.3%。 還有部份的人就沒有登記去勞工局找工作,當然也不會計你做失業。 所以這幾個情況加上,我相信失業率是高於這4.3%。 所以這點是大家必須要注意的。 我們再看回澳門日報的報導。 澳門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副教授說, 相信政府下定決心, 在新賭牌招標時會一齊解決歷史所遺留下來的問題。 所以這屬於一次性震盪, 對當時法律灰色地帶運作業務一定會受到影響。 這部份我猜他所指的, 應該是賭廳部份、中介人部份、 還有衛生場物業的問題。 這幾點就是要整頓的地方。 以及對於薄企的監管力度也要加強。 以現在的情況來說, 其實在做相關業務的前線職位, 那些從業員的教育水平其實都不會很高。 以及年齡都開始偏大。 因為你計算, 我當他是剛剛賭權開放, 就20歲時入職, 到現在20年了, 差不多40多歲了。 年齡要他再就業, 其實轉工是會有困難的。 對這批市民、居民的影響是最大的。 但是現在政府推出了一個叫做職業再培訓, 技能再培訓, 希望可以幫到相關人士, 在未來一兩年疫情平穩之下可以重頭回 以服務為主的前線工作。 他所指的, 就是旅遊、餐飲、酒店等等的非薄採員數職位。 但是這些位置, 其實也有不少勞工在這裏。 政府方面可能真的認真想想, 怎樣去減到這些職位的勞工, 或者是民職的勞工。 因為也不是每個澳門人想去做這些前線職位。 如果是有好的職位的話, 勞工正在做的, 減掉它, 留給澳門人做吧。 這部份我覺得會比較好。 這份報道亦提到, 澳門經濟結構在疫情前就開始適度調整。 他說這個決心就預著疫情, 在非薄採員數仍未大量成形時又要面對 薄採娛樂場牌照到期, 重新招標, 政府取態不希望疫情影響, 而令薄採問題再拖幾年或暫緩。 他亦指失業問題短期內無法解決, 但可有緩衝期。 理論上, 目前法律下, 這批衛星賭場人士有一部份屬於博企員工。 所以如果是衛星場關閉, 合約承辦方需要承擔和安置這批員工, 就算是無放無身價, 肥雞餐, 但至少都要舒緩部分人士失業壓力。 和衛星場亦有三年過渡期, 他就說失業情況下有壓力, 但不會馬上大部分衛星場都關閉令到失業率大幅提升, 是會慢慢呈現, 但又會慢慢過渡緩解。 但這點我就不太認同, 因為你要知道, 你連是大賭場博企都賺不到錢, 為何衛星場要跟你瘋? 我坦白說, 衛星場賺錢下落去都是那幾個, 那幾個賺錢, 其他不賺錢的一定會執, 會不會這樣蝕著錢, 和你再做多兩三年? 如果你說三年過渡期, 很簡單, 你疫情再搞多年半, 那年半可不可以賺回之前幾年的錢? 他自己也懂得計算吧, 可不對? 這個部分是有機會今年, 如果衛星場出現一個結業潮的話, 對澳門那個就業環境, 或者是整體經濟的衝擊, 我認為是會比較大的。 不算你博企是說吃回那些員工, 但你博企有沒有那麼多事給那些員工做呢? 那便變了是人力資源過剩, 那你回到自己博企的場那裏, 那些桌子其實都是用不完的, 現在都是開了這桌子, 但就沒有東西做的嘛, 你不是把桌子都那麼好生意的嘛, 你浪費隻的嘛, 所以你這部分可能博企都是會想辦法看下怎樣去減省銀手, 不然你現在博企的現金流已經不足了, 你叫他吃完這些人, 對他來說, 他自己壓力很大, 他自己在澳門其實都是做生意的, 他不是說做慈善的嘛, 如果你說在商言商的角度, 這一點, 剛才說到的這一點, 大家都真的要有些心理準備, 即是說今年的就業競爭會非常之大, 就是你剛剛畢業的畢業生, 上年沒東西做的人, 你賭廳那班, 還有未來可能衛生場出來的那班人, 再加上你可能是賭場有部份的人是被他瘦身, 減了出來的人, 這群人就會一齊在爭找工作, 那麼市場上會不會滿足到這群人的需求呢? 我們還要再看回政府是怎樣搞這個問題呀。 還有就算我們是寄望那個深合區是可以給到很多工作澳門人做, 這件事暫時來說我估計都是不太實際的, 為何我會這樣說呢? 因為你那邊都還未成形的嘛, 你要是真正成形的話, 怎樣都要幾年時間啦, 可以說是軟水救不到近火咯。 現在那邊就算你說它是想一下子請很多人, 都是沒啥可能, 因為未有產業, 未有大量的公司進駐。 最後我都是說回那句啦, 澳門現在有十六萬多的外勞, 這樣我希望政府在處理外勞問題上, 或者是減外勞問題上, 就精準地去CUT外勞, 怎樣為精準CUT外勞呢? 你CUT的職位就不要只CUT保安、 建築、清潔、托盤等類的工種, 就CUT一下文職, 文職我相信很多人是會做的, 可以這樣CUT來試一試市場的, 你說你CUT一千個幾百個, 你一試就馬上試到市場啦, 那你的工種有人立即是填補到的, 我相信對社會, 或者是各方面都是一個好事來的, 希望政府可以做得到這個所謂的精準生減勞工。 好了,今集同大家看了一下這個新聞, 不知你們對上邊的內容有些什麼看法呢? 下面留言告訴我, 我們今集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 我們下集再見啦, 拜拜!